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要发光 我们要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 因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保险赐给我们 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来为你做见证 我们是有能力来胜过这世界的 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能力 来支取力量 主耶稣因为你是配得 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 你是我寻求的宝藏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贵重的珍宝 我怎能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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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寻求的宝藏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贵重的珍宝 你好比贵重的珍宝 我怎能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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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靠的力量 你为我依靠的力量 你开心 你令我依靠的力量 你是我的一切 担当我罪债 担当我罪债和羞辱 死里复活我梦救赎 你是我的一切 当我跌倒你扶持我 但我干渴你充满我 你是我的一切 耶稣神高扬 耶稣神高扬 陪到大赞美 耶稣神高扬 陪到大赞美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耶稣神高扬 陪到大赞美 耶稣神高扬 陪到大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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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更多的来靠近你 更多亲近你 我们可以更多感受到 你是又真又活 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你是帮助我们的神 你是救赎 祝我们的神 祝温柔的圣灵 让我全心感受 让我全心感受 渗透我的生命 此下平静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由此爱的真理 你荣光照向我 包围我的身体 自下平静和安心 让我感受你的爱 在护着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护着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主温柔的圣灵 让我全心感受 神通我的生命 自下平静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祝此爱的真理 你荣光照向我 包围我的身体 自下平静和安心 让我感受你的爱 在护着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敬拜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敬拜 在护着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护着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是的主 这首歌你鼓励我们 在呼召我们之处 我们要献上敬拜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为我们自己 所在之处来祷告 你可能是个学生 你可能现在在上学 你可能只有一年级 二年级 但是你知道吗 上帝也把你放在学校里面 透过你的学业 透过你的功课 透过你跟同学的相处 来敬拜他 你可能是像我一样 是个家庭祖父 或是一个妈妈 有时候真的在家庭不容易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但是主求你给我们力量 在我们所到之处 在我们所在之处 你也给我们力量 来敬拜你 你可能是一个 在职场上面的人 你可能是一位父亲 在家中是父亲的角色 主耶稣我也求你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在哪里 在你放在我们的地方 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 好不好 你可以学习来为自己祷告 我们用一点点时间 你来祷告 把你所在的位置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不管遭遇何事 我们仍然可以扬声歌唱 因为主耶稣已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要来胜过这一切 胜过这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为自己祷告 耶稣已赐给我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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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祢 耶稣 我们需要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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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我们在学校 在家庭 在职场 主耶稣求祢把祢的能力赐给我们 把祢的平安赐给我们 把祢的安息赐给我们 让我们不惊慌 让我们不会乱了手脚 失去方向 让我们知道 祢就在我们的前面 祢会带领我们每个脚步 我们就全然交托 我们就全然交托给祢 在呼叫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早与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呼叫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早与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早与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 你是我们倚靠的力量 是我们寻求的宝藏 你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战和羞辱 从死里复活 使我们蒙救赎 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 孩子在这里 祈求你赐给我们 如雅国尔一样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认识全然败坏的自己 让我们学会知足 懂得感恩 也祈求你赐我们真理和适度 以免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惧怕而跌倒 求你扶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阿们 接下来请静海弟兄为我们读经 请大家坐下 请万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不是我分享 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 然后也是很高兴 在华神我们的同学 也是我学长 然后蔡聪辉 蔡牧师 那其实在之前我就有听过他的名声 然后后来来德国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在18年的时候 然后有机会我去他们家探访 然后看看他们的教会 然后在那边过一夜 然后谢谢他们的接待 然后我发现这个家庭很棒 然后我就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们 他们有两个孩子 然后师母 也是会音乐 然后蔡牧师 多才多艺 是会音乐 会吉他 会有几种乐器 两种还是三种 吉他贝斯 吉他贝斯就两种了 然后也会画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路上面 看过他的漫画 对就是用很写明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式 将福音的一些要义表达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一家相处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今天也是很荣幸可以邀他 来到我们当中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万牧师 以及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祝你平安 谢谢教会的邀请 已经来德国已经四年多 也常常听到贵教会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在主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和交流的时间 万牧师也曾经到我们那边讲道 给我们带来祝福 我们感谢神 在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来读经 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短 真言书第三十章七到九节 请大家一起来念 开始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听得明白 领悟其中的精益 也让这些的话语感动我们 激励我们 使我们能够把它 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使我们活出光和盐的生命 在世上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听我们的祷告 奋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 很多选择的一个社会当中 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多的选择 有人曾经因为这样 就编了这么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父亲 叫他的儿子去帮忙买水 他就说 你帮我买一罐汽水 他说那你要什么汽水呢 要可乐啊 水痞啊 还是等等其他的 他说我要可乐 他说那你要罐装的 还是瓶装的呢 他说我要瓶装的 那你要煤糖的 还是普通的呢 还是有特定的口味呢 他说我要普通的 他说那你要500cc的 还是1000cc的呢 他说你很烦 就给我买水好了 他说那你要普通的水 还是矿泉水呢 还是要过滤水呢 他说矿泉水 他说那你要冰的 还是不冰的呢 他说你再罗嗦 我就拿扫把打你 他说那你要拿短的 还是要长的 还是要塑料的 要竹子的呢 然后他就说 你这畜生 他说那是像牛 还是像猪呢 他就说我会给你气死 他说那你要火葬 还是要土葬 还是要海葬呢 做任何事情 都有许许多多的选择 我们今天就处在 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你要买衣服 千百种选择 你要买手机 很多选择 有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价钱 你要买洗发水 你要打开电视 这个电视的节目 你要看电影 你要做任何的事情 都似乎有很多的选择 那我要问大家 这些多选择 是好还是不好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好 好 当然好 为什么好呢 你想象一下 如果 今天只有一种衣服 你去到哪里都撞山 这样 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无聊 对不对 就是很平淡 不精彩 你看电视机 只有一个电视台 没有的选择 不好看的 你也只能够这样接受 而且每一个人需求不一样 比如说你买洗发水 洗发水可以配合不同的人的需要 你的法制不一样 你有什么问题 他甚至有一些有要效的 每一个人的需求 兴趣 眼光 审美观 都不同 所以 有多选择 的确 是能够配合比较多人的需求 但是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 有时候选择一多 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忘了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以为什么都是我们要的 所以手机换了又换 其实它可能还好好的 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在一个很物质 很丰富的一个时代当中 有时候我们失去了这种价值的判断能力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少的 有一些东西是重要的 虽然它也许可以不是 不是必须有 但是它重要 有一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 但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搞乱了 我们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当做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东西 而把人生当中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被我们忽视了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啊 都有一把尺 可以去判断到底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很可惜 我们这个判断的功能 当我们活得好好的时候啊 我们不太去使用它 什么时候你会用它呢 当你来到死亡边缘的时候 不是吧 所以很多人 哎呀 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啊 他回头去看 他觉得自己浪费太多的时间 经历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然后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他一生当中他没有好好珍惜 这是很多人 人生当中的遗憾啊 我记得很多年前 中国大陆发生地震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当时每天都在追这个新闻 他们都在瓦砾底下去寻找那些生还者 当时就有个新闻记者 在那边报导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生还者 但是还没有人能够把他救出来 因为他被压在挺深的地方 但是听到他的声音啊 那他这个记者呢 就在他挖出来之前 就去跟他说话 去跟他说话 那他就问他 他说你现在啊 如果你被救出来了 那你第一件事情 想做的是什么呢 你觉得他这个时候会说什么 他会说啊 我想要开宾室吗 我想要一百万美金吗 我想要一个很炫的手机吗 我想应不会了 这个人说什么 我希望能够跟我的爱人 平平淡淡 幸福快乐地过余生就好了 还有一个 一个老师 被一个 这个 垮下来的那个学校 被压在底下 他经过了很多个小时 才被救出来 所以是一个神机啊 他们 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去问他 你当时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说啊 被压在那里 动弹不得 伸手能够抓到什么 就吃下去 他抓到什么呢 他抓到这些学生的练习布 本子啊 那些纸啊 就这样吃到 然后就吃下去 喝了 他说抓到一个空瓶子 自己的尿尿尿 尿出来再喝下去 尿再喝下去 你在那种的情况底下 你没得选择啊 你难道要说 我想要喝可乐 对吧 我想要加糖的 不加糖的 哪有 那个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在那个时刻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活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东西了 你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得好好的时候 现在看下去 每个人都还很健康 如果你就好好地用 你心里面的这把尺 去判断 什么东西是重要 什么东西不重要 然后你花时间 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有一天你来到人生的 生死边缘的时候 你回望你这一生 那岂不是很满足吗 那岂不是没有遗憾吗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段的经文 跟大家一起来想 这个问题 贵教会今年的主题是 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 那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讲的 但这句话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 都理解错了 大家的理解呢 至少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做世上的光 要做世上的盐 其实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说的是你们打在周报上的 我们是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很不一样 要做的意思是什么 表示你现在不是你要做 不是吧 它是一个额外的要求 但是当你说你是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做了 而且当说你是的时候 你就一定做得到 问题是你要不要 因为你是嘛 假如你不是 我要你做呢 那可能你可能觉得很难 但是耶稣说的是 你们是世上的盐 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在告诉我们 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不仅仅是有使命要去完成 要去传福音而已 更重要的是你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把神的儿女们 跟那些卫性的人分别出来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 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 来归纳几个重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给大家先看一张漫画 是我很多年前画的 有个地方发生了水灾了 这个水已经把大部分的房子都淹没了 只剩下屋顶 然后有一群的动物 就逃到这个屋顶上面 有一个救生艇来了 这个救生艇来了之后呢 到底要先救谁啊 要先救谁啊 我没有答案 我要讲的是 要刺激大家去想一想 你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面 分辨轻重 分辨先后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昨天前天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带着我们的小组长 一起去小瑞士 办了一个退休会 你只去两天一夜 那你一定会想一想 我只有去两天一夜 我要带什么 不是吗 你不会带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吧 你说只有两天 那衣服要带多少件 然后你探一探 那边住的地方 有没有毛巾啊 有没有洗刷用的东西啊 如果没有 那你准备一点 能少就尽量少一点 因为你还要去爬山啊 什么之类的 人生也应该这样想 人生也是短暂的 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想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次要 什么是可有可无的 从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 我分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今生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该求什么 知所当求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该求什么 这个作者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他说我求你两件事 从后面我们知道 他是向上帝祷告 在我为死之间 不要不赐给我 这几句话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他求的不多 只有两件 只有两件 第二 他会这样求 是因为他觉悟到人生的短暂 因为他说 在我为死之间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死 但是他知道他一定会死 可能明天到了 可能还有四十年五十年 不知道 反正有一天要死 但是在我为死之间 这两件事情我一定要有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 他说不要不赐给我 他这个祷告反映出他所求的 是他认为不可少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假如有一天你祷告的时候 上帝突然间对你说话 我给你两个机会 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像阿拉丁神灯一样 阿拉丁神灯三个 两个 因为这段经文说两个 你会求什么 有一些人可能求钱 求安逸的生活 求名利地位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 比较肤浅一点 比较世俗一点 做基督徒 我们不太敢 讲我们要求这些 不过可能我们心里面 也很想要有 是吧 OK 没关系 那我们认为什么 比较高尚一点的 可能我希望 我的家人可以信主 我希望我短暂的今生当中 我可以好好的侍奉主 我可以能够帮助到别人 对不对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愿望 但你发现这些听起来也都挺好的 但是呢 都不在这一个真言书的作者的祈求内容里面 他求的是什么呢 你看一看 他求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你有这样求过吗 这是关系到什么 这关系到品格 不是吧 关系到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没有虚假没有谎言 那表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对不对 这关系到他是什么 他为自己是什么人来祷告 或者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来祷告 刚才我们就说了 我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那个也是事 就是你的品格 你的生命活着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品格 第二个呢 是求你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这个是关乎他一生活着的意义 也许大家没有马上能够领悟出来 像我解释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我会在第三点的时候仔细地来解释 这个 但是你看他求的有两样 第一个 求他的品格 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二个 他求他今生要怎样来活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为你自己的品格求过吗 你有为着你自己人生活着的意义来求过吗 刚才我们讲的 也许求的东西也都挺好 那为什么这个作者求这两件呢 而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们会忽略这两件呢 那我觉得也有原因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品格 品格其实很多人都忽略 我们宁愿去追求一些成绩 去追求一些别人看得见的东西 品格相对比较看不太见 为什么呢 是因为首先第一个 这个东西很难 衡量到底你成功了没有 如果你做一件事 那就很容易衡量 现在你衡量人成功是用什么来衡量的 什么样衡量 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 某一个人他赚了很多钱 我们认为他是成功的人 或者他到某一个高位上 那我们觉得他是很成功 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 但是呢 品格很难衡量 你做到了没有 你完全做到了 你成功了没有 很难啊 我举个例子 这个时代杂志 美国的时代杂志 从2004年开始 他就每一年都会选出 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100个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类别 有一些是国家领导人 有一些是科学家 有一些是偶像艺人 等等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类别 是品格最高尚的人 对不对 你可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 各个领域里面 但是你说品格最好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拿到这个呢 因为很难衡量 我怎么知道我的品格 是比别人好的呢 所以这个很难衡量 那当很难衡量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比较不会去追求它 我们宁愿去追求一些 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别人看得见的东西 无论是你自己看或者别人看 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追求起来 比较有成就感 品格很难 另外一点 品格 你要成为一个好品格的人 往往呢 他需要付很大的代价 过程很艰难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祷告 你认为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吗 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 你认为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吗 是吧 是啦 是 是和神心意的祷告 合神心意的祷告 神会听吗 会啊 对不对 这是我们确信的 好 那这个人这样祷告了 我问你 上帝也听 上帝会应援啊 上帝会怎么应援啊 会不会这个人做了这个祷告 然后睡一觉 明天起来变成一个没有虚假 没有谎言的人 会吧 会不会 不会啦 神会让他遇见不同的人 上帝让他遇见不同的事 然后要他去面对 不是吗 那他要拉下自己的脸皮啊 他要面对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 而且可能丑陋的那一面啊 他要跨出自己已经习惯 已经觉得很安全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各样的事情 他需要去卸下 他用来包装自己 让自己在人的面前看起来比较好看的那些装饰 他需要去拆穿自己 为自己所做的那些保护的伎俩 这个过程啊 不容易啊 当他面对 当他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 圣灵会提醒他 你要做诚实的人啊 去认错 认错也不容易啊 不是吗 所以过程很难 代价很大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就会忽略他 但是 无论怎么样 品格 永远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什么样的人 比你能做多大的事更重要 来一起讲这句话 你是什么样的人 比你能做多大的事更重要 我们用我 我们用我比较好 我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能做多大的事更重要 我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拥有多少东西更重要 来我们来讲一次 我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拥有多少东西更重要 品格就是人一切的基础 所以我画过一个漫画 讲的是什么 不要让你辛苦所得的成就 被你长期所忽略的品格 一夜拆毁 我们都在追求成就 这些也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忽略你的品格 如果你成就很好 你的品格一团招 你的那些成就是没有根基的 这不是我随便讲的 新闻上面 历史上面 你能够看到一再的重演 有很多的人做了很大的事情 那些偶像明星 哎呀一爆出来 原来是渣男 那鬼了 或者是什么政治人物 他也领导过国家 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暗地里做的事情 被曝光出来 结果他就必须黯然下台 很有成就 很有才华 但是品格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点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少 你一定要知道 你该求什么 第二方面 当我们在讲品格的时候 品格也很多种 品格很多种 那为什么这个作者只求一样呢 他求什么 他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这个是反面 虚假跟谎言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虚假是你的整体 谎言比较是指原语方面 因为你有虚假 所以你会说出谎言来 所以他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无论怎么样 他求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 我刚才说了品格很多种 有什么好品格 来举一下 善良是不是好品格 是 还有什么 殷勤是不是好品格 也是 还有 诚 诚诚 诚诚跟真诚差不多 OK 除了这个以外的 有没有 勤劳 跟殷勤 OK 还有呢 乐意助人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开朗 也可以算吧 或者慷慨 很愿意付出 很愿意给 那为什么这么多品格 他只求这个 我告诉你 他绝对不是乱写的 因为呢 真诚这个品格 是一切所有其他的品格的基础 其他的品格都需要 也都很好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拥有所有的好品格 但是你却不是一个真诚的人的话 我告诉你 其他的品格都不算数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很殷勤 但是你不是诚实的人 这个叫假殷勤 不是吧 假的 你演的 你是很乐意助人 但你不是一个诚实人 那你也是假的 你可能心怀 心里面在想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 不是吗 你很开朗 不真诚 那是假的 真诚是一切的基础 因为它使你所有的品格变成真的 虽然你也许 你也许其他的品格不是那么明显 但至少你是真的 你有一些品格 那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不但是知道自己该求什么 求他的品格 还有求关于他的人生活着的意义 而且他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样的人 至少他的底线就是 他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 有了这个 他其他的品格才算数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 坦白说有时候我们不真诚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在自欺 真的有 因为呢 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很少有人想要做一个邪恶的人 有这样的人 但是应该算少数 我们一般人来说 我们不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邪恶的人 但是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很好品格的人 那也很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 伪装起来 伪装起来的时候 不但有时候欺骗了别人 有时候也欺骗了自己 我们一有一些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敢让别人能够知道 我们害怕会破坏 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 耶稣说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 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常常就是多说 不是吧 你是不是懒惰 是啦 不过 我们就多说 你是不是想要干什么事情 是啦 但是怎么样 我也没办法 环境是这样啊 你是不是不敬畏神 哎呀 你知道我人生也很 我们就是多说 我们不会完全否定掉 我们有错的部分 但是我们好像也常常会给自己容易下台 那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自欺欺人的这个现象 那根据一个 先看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所讲的就是要真诚 你看两个人 两边左右两边都是一个扇形 在帮助这个跌倒的人 为他这个插药 但是呢 如果你是带着其他的动机 这个扇形就变成了虚伪 同样一个扇形 如果你是默默地做的 那就是真的谦卑 所以这个呢 就周围没有人看到 只有两只老鼠看到 这个两只老鼠知道 他是某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OK 这是漫画的一种表达方式 意思是什么叫虚伪 虚伪就是 你可能有一个好行为 但是你是做给别人看的 有一个心理学的杂志 叫做今日心理学 他做过一个调查 他发现呢 欺骗配偶的 比虚报账目的人多 有超过半数的人 万一被查税 就会需要补税 那表示平时没有好好缴税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 过去一年 曾经隐瞒过一个好友 而且百分之九十六 感到罪疚 知道 这个是不对 但是他们还去做 有百分之五十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在停车场 损坏别人的车 好像这样 不过这个图有点太夸张了 OK 他会不留字条 或者告知车主 就扬长而去 有趣的是 这些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九 自知这是无道德的行为 意思就是说 在一般人来说 我们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不太诚实的层面 我们就要面对自己的这一面 因为品格不单只是圣经里面 强调诚实的重要性 其实企业界也非常讲求 诚实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个大学 跟一家公司合作的调查显示 他访问了一千三百个资深的经理人 都在这个公司里面 担任很高职位的人 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认为 诚实和正职是契约成果 最重要的品格特质 所以诚实还是你品格当中最重要 有了这个 其他的才算数 那你诚实吗 你要问问自己 John Maxwell 他在领导力的特质 影响力的特质 这本书 Become a Person of Influence 他问了十个问题 那我把这些问题念一下 你不用回答我 你就自己回答自己 第一 这些问题是帮助你 看看自己有多诚实 第一个问题 当我不能从中获利时 我如何对待别人 你对待别人的方式 是不是利益的考量 第二 我是否与人坦诚交往 愿意揭露真我 第三 我谈话的内容 是否看人而定 跟这个人讲这个话 跟另外的人讲别的话 第三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和独处的时候 是否表现一致 第五 我是否很快 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你犯错的时候 第六 我是否优先考虑别人的需要 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还是你一个 以其他人 以大火为中心的人 第七 在道德的抉择上 我是否有标准 还是呢 我是看环境而定 第八 在面对个人的得失的时候 我是否很难下决定 因为你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第九 当我对人有意见的时候 我是直接告诉对方 还是在背后议论 第十 能让我袒露真我的人 是否至少有一个以上 我相信这些问题 是一个指引 帮助我们检讨一下 到底我们有多诚实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一个最基本的品格 我们世光世炎 这就是基础 第三 这段经文接下去的祷告 它就在告诉我们 我们今生不可少的东西 是知所当活 你不但要知所当求 你知道你该求什么 你要知道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三 你要知道你该怎么样活着 这段经文接下去说 不要使我贫穷 也不要使我富裕 只要给我虚用的食物 这个是新一本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表面上来看 他求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物质 不是吧 求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有的东西 所以你说 这个应该说知所当有 对吧 表面上看是 所以人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其实是没有错的 即便是主祷文里面也有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要在我们的需要上仰望神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但是你仔细去想 他所写的这段话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真正关注的 不是自己贫穷还是富裕的问题 他真正关注的是信仰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说呢 不要使我贫穷 不要使我富裕 只要给我虚用的饮食 为什么 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他背后关注的是信仰 又恐怕我贫穷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为了不要让这一天到来 哪一天 就是我说耶和华是谁呢 的那一天 为了不让那一天到来 为了不让我亵渎耶和华的名 的那一天到来 求你使我不贫穷 也不富足 意思就是说 他一方面知道信仰的重要性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知道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 人如果离开了上帝 我们就人生没有意义了 他也知道 他一生活着 就是要荣耀神的名 如果他反过来 他这一生亵渎了神的名 那他觉得这一生活得没有意思了 这个是他信仰方面的认知 他所关注的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知道人性的软弱 包括他自己的软弱 我虽然相信 我一生不应该离开耶和华上帝 我一生应该要荣耀神的名 但是 我是软弱的人 我知道我会骄傲 如果有一天我太多钱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到一个地步 神算什么 我不需要他 你看我自己都赚了那么多钱 他真的不希望有一天变成这样 他也知道 如果有一天我太穷的时候 我要仰望上帝 这个很难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越过了我道德的界限 去偷别人的东西 然后别人说 你看这个有信仰的人 也在偷东西 所以信仰是没有用的 他觉得他这样呢 人生就亵渎了上帝的名了 所以你看到他背后关注是什么 是他有没有忠于他这位神 那些物质多少 只是会影响这个的一个因素 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他真正关注的是 我希望我的一生 不会高傲到一个地步 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 而且我希望我的一生 不会亵渎耶和华的名 这个才是他关注的 所以为什么我写 知所当活 原因就在这里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 自己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 生活的意义就是要 依靠这位神 生活的意义就是要能够荣耀他 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 神学来看 这个就是人存在地上的目的 我们说人是怎么来的 就是上帝创造的嘛 不是吧 但是创造啊 不仅仅是在告诉你 你从哪里来而已 其实这个关系到 你怎样在地上生活 当圣经里面说 我们是上帝造的时候 它有几方面的含义 首先第一方面的含义 就是告诉你 你的存在是有目的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造任何的东西 都有目的 这个麦克风是人造的 我们造它就希望能够 很好的收音 扩音 不是吧 这个灯是人造的 我们造它就希望能够照亮 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存在 艺术品 即便是艺术品也是一样 它可能只是摆在那里 但是它为了要表达某一个东西 或者为了装饰 为了好看 那也是它的目的 人是上帝造的 这个意思就是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目的的 上帝不是太前空 没有事干 随便造几个人玩一玩 不是 上帝造人是有目的 第二 当我们说人是上帝造的时候 这个在告诉我们 你存在的目的不是你定的 是造物主定的 好像这个麦克风 是用不同的材料做成的 是谁决定把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麦克风呢 造它的 不是吧 它自己本身不能做决定 是谁把一些材料造成一个灯呢 造它的人 它自己不能决定 人也是这样 所以我不能够说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赚大钱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完成我的梦想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那是你认为 但是我告诉你 你是上帝造的 你存在的目的 不是你定的 是上帝定的 第三 当我们说 人是上帝造的时候 这也在告诉我们 只有达到存在的目的的时候 受造的存在 才有价值 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灯 造是为了 为了什么 照亮 对吧 如果有一天 你打开 这个按钮 它不亮了 它还存在有意义吗 它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 它就是为了照亮 所以你就要去检查 是哪一个灯坏了 或者电线坏 你就要去修它 如果有一些不再能亮的 就丢掉 然后换新的 不是吗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炎 其实这句话 是很严重的 因为耶稣说什么 炎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闲呢 就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你是哦 你是炎 但是你却不闲 你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 无法产生调味和防腐的作用 无法发光 那我们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作者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他知道我的人生 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足 有两件事情做 我不能少的 第一 我不能够高傲到 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 第二 我不应该 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以至违背了我神的命令 多年以前 我看过这一组的slide 这不是我做的 是我收到的 不知道谁做的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今天就在这里放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说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支笔 一支传统的铅笔 虽然现在的铅笔有很多种 包括电子的 但这个是传统的铅笔 这个铅笔呢 当他被造出来之后 这个造他的人 就对他说了这几样事情 第一个就是 你能够做很多伟大的事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让自己被某人握在手中 所以一定要被握在手中 那个笔才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被一个画家握在手中 他可能就能够创作出价值 非常昂贵的艺术作品了 第二 你会不时经历痛苦的磨练 但如果你想成为更好的铅笔 这是必须的 所以用一段时间就会炖了 你就要用铅笔削 再把它削尖一点 不是吧 第三 你有能力纠正自己 可能犯的任何错误 所以传统的铅笔 后面都有一个橡皮叉 当你错的时候就可以擦一擦 第四 你最重要的部分 永远是内在的 所以那个笔芯很重要 你有人外面的木头 外面做得很好看 笔芯没有 或者笔芯不好 或者断了 那就不能够再继续被使用了 第五 不管条件如何 你都必须继续地写下去 无论情况多么困难 你都必须始终留下清晰易读的标记 这就是你存在的目的 一个笔存在的目的 这个铅笔明白了 然后他答应了 就完全理解了 制造他的目的 所以他就投入这个盒子里面 执行他的任务 现在用你 你 我 来代替这个铅笔的位置 永远记得他们 永远不要忘记 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首先 你将能够做很多伟大的事 但是前提是 你要让自己被上帝握在手中 并允许其他的人访问你 以获得你拥有的许多礼物 这个可能是英文翻译的问题 重点就是你要被握在上帝的手中 第二 你会不时经历痛苦的魔力 经历各种的问题 但你需要他来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 所以上帝有时候会穴一穴 让你经历一些痛苦 第三 你将能够纠正你可能犯的错误 并且因着错误而成长 神永远有恩典 人不怕犯错 但是不要故意去犯错 但偶尔你犯错了 你悔改 上帝总是接纳 然后再给你力量 继续地站起来 继续为他而行 第四 你最重要的部分 永远是你在的 第五 在你走过的每一个表面上 你都必须留下你的印记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都要继续地 在每一件事上来侍奉神 知所当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真言书人作者的祷告 希望也是我们的祷告 你有没有曾经认真地为自己这方面祷告过 主啊 求你让我这一生能够总是谦卑地与你同行 主啊 求你帮助我这一生活着不会亵渎你的名 相反的能够荣耀你的名 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方式 我曾经在宣教工厂上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经历 我是1997年就开始投入全职的服饰 1997年 所以现在已经全职服饰25年了 25年 我1997年刚刚去的第一个 一上工厂 第一个宣教工厂就是柬埔寨 那那个时候柬埔寨还挺动荡的 我们到那里之后啊 就遇到了一个考验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就爆发战争 我们就被困在战场上三天两夜之久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时有两个总理 第二总理是现在的总理洪生 第一总理是西哈努克的儿子拉纳列王子 他就趁着 这个洪生就趁着拉纳列王子出国的时候 就军事政变 所以两方的军队就打起来了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啊 很年轻 23岁 所以你猜得到我 不用猜了 你知道我今年几岁 23岁 我啥啥的 啥的不知道 我们当天啊 那个是7月5号 1997年7月5号 我们就觉得周围好像怪怪的 因为邻居说话很大声很紧张 我们就看了一下 发生什么事 原来在搬家哦 搬家呢 没什么稀奇啊 家家户户都搬家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哇这个人好童心啊 一起搬啊 而且呢你知道 如果你去过金边的话 你知道 下过雨之后 很容易就淹水了 半个小时就可以淹了 当时路上都是淹水 然后呢 他们就拿着生活用品就这样走 我说你看他们搬家好有趣哦 赶快拿照相机来拍 拍拍拍 拍了之后啊 到下午三点多 就那段时间非常的安静 三点多的时候啊 我们听到雷声 听到鞭炮声 天气好好的怎么会打雷呢 也不是过年 为什么放鞭炮呢 原来呢 所谓雷声是炸弹爆炸的声音 这个鞭炮声是机关枪的声音 不过在几公里之外啊 所以听得不太那么明显啊 哎呀我们才知道原来打仗了哦 那个时候我们想逃出去 结果那区早已经被封锁起来了 我们逃不出去 邻居全部都跑完了 我们这群呢都是外国人 所以我们听广播也听不懂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眼巴巴还帮他们拍照 那这个市中心那里没打仗 那边有个教会的传道人 听到我们被困在战场上 就开车要来接我们 结果也进不来 因为被围起来了 被包围了 这个战争从几公里之外 越打越近越打越近 就打到我们所住的地方的四周围 飞弹在我们四周围飞来飞去 子弹在我们的房顶上飞来飞去 这个整个房子当大弹爆炸的时候 都在摇晃在摇晃 我那个时候啊 什么都不能做 你现在看这个图 你看最左边那个图 就是我们当时的一群外国人 我们积极在客厅那里 我们把床都搬在那里 能做什么 只能够祷告 右边这个图呢 是我们附近的房子被炸 冒烟 据说是油栈 中间那个呢 是我们后来逃出去之后 隔了三天之后 我们逃出去 做军机回到马来西亚去 那当时被困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外面呢都是枪林弹雨 我们在祷告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说主啊 现在如果有一个飞弹 不长眼睛 他就掉到我们这个房子里来 把我们这一群人全部炸死了 那我们算殉道吗 算殉道吗 我不知道了 我没答案 不过当时我给自己的答案 是应该不算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才去了两个礼拜 才去两个礼拜 也不会讲柬埔寨话 也没传福音 就这样死了 哎呀好无辜啊 不过我告诉你 那一场战争 没有把我们给吓跑 虽然当时真的是很害怕 真的是很害怕 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我今天离开世界了 我当时是在死亡的边缘 如果我离开世界了 我当然知道我可以上天堂 我信主了嘛 但是我回头看我的一生 我有遗憾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回头看一看你现在的生活 按照你现在的生活方式 你回头看 如果你今天突然间要离开 你有遗憾吗 你有没有遗憾 有没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平时并没有好好把握时间去做 没有用精力去做 你正在做一些你想要 但是在你心里的那把扯的判断之下 可能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们需要学着简化 简化到你知所当求 知所当事 知所当活 如果这两个东西 你求你得着了 我告诉你几方面 第一 这是神喜悦的 你求你一定会得着 你认真的求 上帝会把你变成你该是的人 上帝会让你活出有意义 有满足感的人生 第二 这两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 你现在求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 或者你想要的那种环境 你可能得着 你可能得不着 但就算你得着了 有一天你也带不走 你也会失去它 但是你是谁 你活得怎么样 这个永远是你可以拥有的东西 第三 其实这两样东西 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复活 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你该是的人 活出你该活的样子来 愿神的恩典 常常保守我们 走在这条正路上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主啊 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 因为在这个多选择的生活和社会当中 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 我们去追求着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 或者我们跟别人比较之下 我们看到别人有 我们没有 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得到的东西 但是主 我们却忽略了 好好去想 我到底该求的是什么 我到底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到底该怎样在今生来活着 求你怜悯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把这三节的经文 常常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要向你祷告 主啊 我们有两件事 在我们未死之间 求你不要不吃给我 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求你使我们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是我们所需要的饮食 免得我们饱足了就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们贫穷就去偷窃 以至亵渎我们神的名 我们不要 我们不希望那一天来到 我们是软弱的 求你兼顾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今生今世 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 也让我们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来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神 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贵 然后我在下面的时候呢 平常我都是在上面讲道 但是呢 其实今天上帝给我一个恩典 让我可以坐在下面听道 然后呢 我就 啪哩啪啪啪啪 打我觉得重要的地方 我就把它打下来 我盼望在刚刚的信息的当中 你也可以记下一些点 但也不要单单只是记在纸上 然后回家就 诶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那求神记在你的心板上 记在你的心板上 当记在你的心板上 那一生跟着你 那我觉得我刚刚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想用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可以待会一起来祷告 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这经文是在以佛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人 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刚刚塞姆斯最后用那个铅笔的那个笔 我觉得特别美好 是吗 我觉得真的 我们就是上帝所做的 我们是神的工作 那个笔被创造出来 它有一个目的 它有一个价值在 但是我有被握在主的手中 我有被雕刻 我有被写下来 那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其实我也很盼望 我就是在上帝手中 握着那支笔 过去在我的母会服饰 然后现在呢 我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莱比锡来服饰 我希望我所在的地方 就是被上帝 可以紧紧的握住 当我们被上帝紧紧的握住 你会有安全感 你会知道说你在上帝的手中 然后你知道不论你在哪里 上帝的手会紧紧的握住你 会保护你 他要用他的大能 在他所呼召你的地方 要写下那个字 你不用去想你要写什么字 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 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让上帝紧紧的握住你 然后让他在 他要呼召你的地方 来敬拜他 所以我想要邀请各位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好吗 如果你愿意 在上帝呼召你的地方 被神紧紧的握住 在他所呼召你的地方 在他所呼召你的地方下写上 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这样做 亲爱的耶稣 孩子要为现在愿意 把自己 被你紧紧握住的人 不论在线上线下 主我知道你看到 主啊求你紧紧的握住他们 紧紧的握住他们 不论他们在哪里 不论他们面对到什么事情 主你不放手 主我在你的同在里面 是最有安全感的 在你的同在里面 他们会写下 你要他们写下的字 主求你来使用我们 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 恩高我们 与我们同在 紧紧的抓住我们 不放开 在你的殿中 一日胜过在世上前日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 在呼召我之处 不温柔的圣灵 让我全心感受 神通我的生命 祝下平静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祝慈爱的真理 你用光照下我 保卫我的身体 祝下平静和安心 祝下平静和安心 不温柔的生命 不温柔的生命 私下平静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如此爱的真理 你荣誤照向我 保卫我的身体 私下平静和安心 让我感受你的爱 再不找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早与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再不找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早与何时 依然阳神歌唱 再不找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 无论早与何时 主啊 因为我知道 我是你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 为了要成就你美好的旨意 谢谢耶税 谢谢你紧紧的拥抱我 我们将一切荣耀送赞归给你 阿们 阿们 请坐 我们将时间 我们将时间